但是這個因為在台灣沒有發生過 所以目前我們正在跟國外訂這個標準品 那有了這個標準品才能夠做這個檢驗 那部長我們現在有請問不排除有人為下毒的可能性嗎 這個當然都不排除啦 那所以那個檢調也已經接入在做調查 有這種失誤重職案子通報上來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當然就進入到這個場所去做一些基本的檢測 因為一般失誤重職都是我剛剛提到大部分維生物的這個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會對人員去做這個採檢 對這個食物環境去做採檢 這大概都初步是這樣做 那台北市這邊也是這樣子按表操課 但是後來陸陸續續有這些Case進來的時候 發現說他的過程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可能是米酵淨酸 我想目前就看起來的話是吻合 可是還是不能排除其他因素 因為米酵淨酸很毒 大概量很少一毫克就可能要命 死亡率大概四成以上 那而且比較麻煩是米酵淨酸目前並沒有解毒劑可以用 而且米酵淨酸這個毒素很特別 它很耐高溫 所以說如果說你的米製品污染到一些我們的米酵淨酸 你一般的膨震 我們一般膨震 其實溫度都沒辦法殺死 所以說米酵淨酸引起了食物中毒 煮熟那個毒素還是在 環境部發射局然後法務部那個法醫研究所 等等的相關的這個單位的代表一起 一起過來做個討論 那幾位專家的一些給的建議 說目前的話大概我簡單說一下 就是說食物中毒的可能性的話是有三個大類 第一個是所謂的那個微生物引起來的 這是一般比較常見的像諾羅病毒這一類的食物中毒 那第二大類就是內生性的從這個食材出來的一些毒素 第三個是外面加進來的一些毒素 那目前來講的話 專家的這個討論的話 大概比較不偏向是第一類的微生物的 從這些病人的過程 所以大概現在是往後兩者的機率去做討論 現在的話就是如果是內生性的 其中有一個可能大家都有聽到了 所謂的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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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孝菌四關 對,我們都叫他VA啦 就是說這個東西看起來 引起來的這個症狀的過程是比較類似的 但是這個因為在台灣沒有發生過 所以目前我們正在跟國外訂這個標準品 那有了這個標準品才能夠做這一個的檢驗 那部長我們現在不排除有人為下毒的可能性嗎 這個當然都不排除啦 那所以那個檢調也已經接入在做調查 那目前全台通報接獲通報有幾案呢 目前是有13案,但是好像是昨天晚上還是今天 又多了一個通報還要再釐清是在台南 這個病人本身的話也是在台北的保齡查室用這個規調 但是他有症狀之後本來在台北的醫院就醫 但是醫院要幫他辦住院的時候 他是就堅持要回台南去 所以目前應該是在台南的醫院住院中 部長有一個40歲無性女子還在馬街加護病房 妹妹是肝腎都摔起,他說要捐肝給妹妹 這樣不行?捐肝給妹妹 這個還是要醫療上面去做評估啦 因為他可能不是只有肝的問題 所以捐肝是否是能夠改變 另外又就是說病人狀況是否適合接受這樣的手術 那這個醫療上面要去做評估的 會不會覺得地方衛生局的檢驗檢驗度太慢導致拖到現在的 我想大概是這樣子 一開始如果有這種食物種植案子通報上來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當然就進入到這個場所 就要去做一些基本的檢測 因為一般食物種植都是我剛剛提到大部分維生物的 這個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會對人員去做這個採檢 對這個食物、環境去做採檢 這大概都初步是這樣做 那台北市這邊也是這樣子 暗表操課 但是後來陸陸續續有這些Case進來的時候 發現說他的過程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從開始有症狀嘔吐到後來 有這種嚴重的所謂的感染衰竭 甚至都是在12小時之內發生的 所以這個就跟平常的這個食物中毒就不一樣 那我們也很警覺的 食藥署這邊 陸續接到這些案子之後 那衛福部這邊就跟機關署 食藥署就一起找這個地方 那一起去介入去做調查 想問一下 食物中毒的案例 到底是哪一種病嚴峻 還是哪一些毒素 還是有一些外來的化學物質 造成那麼嚴重的後遺症 而且還有人過世 然後就是在專家會議 大家都會想到說 有沒有可能是米酵菌酸 我想目前看起來的話是吻合 可是還是不能排除其他因素 我覺得其他因素我們也要排除 就是說像米酵菌酸的話 根據我們醫學資料顯示 它容易在一些發酵的米製品 還有發酵的椰子製品 在發酵過程當中 它就受到一種很特別的維生 一種蓄菌汙染 那蓄菌汙染的話 一般都是在溫度22到33度 然後pH在7左右 中性的pH它就會執長 然後這很特殊的蓄菌汙染到我們的椰子 發酵椰子製品 或米製品後 它就產生米酵菌酸 那米酵菌酸汙染到那個食物之後 米酵菌酸很毒 大概量很少 一毫克就可能要命 那如果說那個食物汙染到米酵菌酸 民眾勿食進去後 它進到體內後 它就會攻擊我們人體內細胞的一個胞器 我們叫栗腺體 因為栗腺體在我們的人體 是當作一些細胞呼吸的 它攻擊要栗腺體 產生栗腺毒性的話 它就產生很多後遺症 所以一個民眾 如果他吃食物中有米酵菌酸汙染 它可能帶來症狀很快 其實一天之內 就可能會有急性腸胃炎 耳心 嘔吐 肚子痛 腹瀉 發燒 那同時它有個特別的 有多重器官衰竭 肝衰竭 肾衰竭 休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米酵菌酸帶來的死亡力很高 我們的醫學資料說死亡力在四成以上 而且比較麻煩是米酵菌酸 目前並沒有解毒劑可以用 沒有很好解毒劑 所以病人如果因為米酵菌酸帶來的食物中毒 我們醫生只能做自食性療法 就說呼吸衰竭就插管 然後給那個呼吸器 那如果說有休克就可以強心劑 那如果說電解質不平衡 我們就給它矯正它的電解質 不過死亡力很高很嚴重 我發現是不是米類食物只要發酵的話 都有可能會有這個危險 對啊 就是說應該說在台灣 其實從來沒有發生過 它在國外 比如在印尼 在非洲 中國曾經發生過 而且很少見 可是一發生就非常危險 所以說其實也不一定說米製品 這是蠻特殊的 還是要找原因 而且如果說 比如說你這麵條板條 就是說如果說有米酵菌酸的污染的話 其實我想民眾有時候 外觀你看不出來啊 外觀看不出來 味道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很難判斷 而且米酵菌酸這個毒素很特別 它很耐高溫 所以說如果說你的米製品 污染到一些 我們的米酵菌酸 一般的烹飪 我們一般烹飪 其實溫度都沒辦法殺死 所以說米酵菌酸引起的食物中毒 煮熟那個毒素還是在 天氣越來越熱更容易發酵 是不是建議民眾就是相關食材 不要放在外面太久 不要放涼的再冰 對 其實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就是說民眾 就是說像我們過去在國內 發生很多次的 就是偶爾會發生一些食物中毒案例 食物中毒一年四季都在發生 不過其實最常發生的就是夏天 夏天最多 因為溫度比較高 其實我們在醫學上 有個數字叫危險溫度 借7到60度之間 所以因為大部分的微生物 都借7到60度之間繁殖生長 所以說如果說 比如說我們民眾 我們在家裡 我買了個便當 買個熟食 在我們辦公室或在家裡 最好夏天一個小時把它吃完 冬天也許兩個小時 要盡快吃完 那你不能說我買了個便當 放很久 然後又沒有吃 對 放很久後 那就可能環境中 微生物就會污染 就要你吃下去 可能就會食物中毒 所以說我們的便當 就買回來收拾 如果你真的不吃的話 就放冰箱冷藏保存 冰箱溫度是4度C 就可以避開危險溫度 然後等到你真正要吃的時候 一定要加熱 加熱一定要超過70度 才能把微生物都殺死掉 那民眾擔心說 會有擴大的盈率 他可能會在台灣盛行嗎 對 因為目前就是說 如果說是米肖禁酸 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例 過去在國內從來沒有發生過 然後就是說目前就是說 還是希望我們的衛生主管家要掌握了 目前說是11位 然後也希望說各個醫院的話 就說第一線的醫師 可能注意一下說 最近是不是有一些 急性腸胃炎的案例 剛好到那家餐廳有用過餐 或者說很多人都說 有吃一些少果條還有河粉 就要注意說 最近有其他餐廳用過餐 是不是有出現一些腸胃炎的症狀 就說這些民眾要特別留意 這應該比較會吵單一的事件吧 對 因為目前來過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對啊 就是說目前像昨天 好像也沒有新的案例 就是說我們都希望說 這些可以趕快落幕 然後再交病房的一些民眾 趕快把治療好 恢復健康 那您醫生可以再問一下說 就是因為有人說 其實跟那個縣人展感菌 也是有些關係 那就怎麼去分辨這兩種菌 對 沒錯 因為其實到底 現在大家外界都在猜測說 那麼嚴重的食物中毒 到底是哪一種病原菌 哪一種毒素 就是大家有講過說 除了米肇菌 除了這個毒素 有沒有可能有其他我們常見的 包括仙人腸感菌 大腸感菌 就金黃色葡萄球菌 還有什麼利隆感菌 或沙門市感菌 應該說任何可能性都要把它排除 所以說目前為止 我們衛生單位 他有到那個餐廳去採樣 然後就是醫院的話 病人送到醫院 也會醫生也會採取不同檢體 然後今天法醫好像有去解剖 未來就是配合 就是結合這三方面 包括仙人展感菌 其實在衛生署他們去採驗 也會做細菌培養 還有醫院各方面都會 其實就可以分得很清楚 因為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忽略掉 那仙人展感菌有什麼特性 對 仙人展感菌也是一樣 過去其實我們國內也曾經發生過 仙人展感菌 引起了食物中毒案例 仙人展感菌大部分都是在一些米飯類 就說米飯類或者說米粉類保存不當 就可能會污染到仙人展感菌 也是會引起嚴重的一些食安的問題 急性腸胃炎 不過到底是不是仙人展感菌 就說還是有待我們的化驗報告 那怎麼現在推測米酵菌酸的可能性 比仙人展感菌高 對 因為米酵菌酸它是耐高溫 就說一般的烹飪沒辦法把它殺死掉 而且這11個病人他有明顯的疫調說 他到同個餐廳用的是炒果條 然後另外的話有一個病人 10個是果條 然後有一個是河粉 都是一些米製品 所以大家就想說有沒有可能是 米酵菌酸引起的污染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要等報告 所以我們在做檢驗還是一樣 全部都要驗 所有的病炎菌包括仙展感菌 包括一些大腸感菌 千萬不要囚禁 什麼都要驗 還有包括有沒有可能化學物質 有沒有可能有人為的 這些全部都要驗 這樣子才會有答案 請問有可能在源頭就污染嗎 對 沒錯 就是說也不能排除 所以說衛生單位 其實他也會去看 就是說比如說現在是一些果條 還有河粉 然後就是說衛生單位 他也到上游的廠商 對 因為上游廠商 他是哪一批出貨到這個餐廳 有沒有可能同時出貨到其他餐廳 都要採檢啊 對 採檢就多方面採檢 才能找出真正的病炎菌在哪裡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像傳統的炒飯 就大家都會覺得說要用 就是先把飯放涼 然後冰冰箱隔夜再來炒 或者是像有些便當店 可能早上10點11點飯就煮好 然後一直賣到下午一兩天 是不是也都有可能出現米酵菌酸 或者是現任障礦 對啊 就是說應該說 不一定是這兩個微生物啦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也不要說 一個熟食炒完飯後放在室溫 放很久 早上賣到下午 這一定是不好 因為其實我們都說 那微生溫度是藉氣到60度 只要放超過那個時間 夏天超過一個小時 冬天超過兩個小時 可能就會危險 就是說把我們熟食在室溫下放很久 其實這動作都不好 都會增加食物中毒的風險 然後 OK 今天就想問一下 就是有專家說 米酵菌酸會攻擊液腺體 那就是月克膜也沒有用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移植或是環檢的方法 對 就米酵菌酸的話 其實它毒性很強 米酵菌酸如果我們的食物污染到米酵菌酸的話 你吃進去 它就會針對我們細胞的其中一個胞氣叫 栗腺體 它會影響栗腺體的功能 造成細胞呼吸的一些毒性 所以說因為我們人的組織最重要就是細胞 細胞裡面的能量來源 ATP都靠栗腺體 所以萬一說如果米酵菌酸引起了食物中毒 可能除了急性腸胃炎 每個器官都會影響 會多重器官衰竭 而且是沒有解毒劑的 所以才會有這種的說法